大家好,歡迎收看鹹輝的頻道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狂飆》這齣電影呢? 如果你們有看過,就對了 因為今天我會帶大家去京海看看 看看這個地方,氣女氣外是否一樣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就跟著我來到江門 看看廣東最大的城市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我這次就是第一次來到江門 而我來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看了《狂飆》那部電影 電影裡面很多場景,一夜就把你的回憶勾勾出來 因為以前廣東就真的不少地方都是這樣的 現在來江門,就肯定要去《狂飆》這部電影出現的《狂飆》 三十三開街,就自然是很多人的首選 因為強歌、埋語時代的電影基本上是在這裡拍的 而這裡也是江門市蓬江區的一條很出名的街道 地位和廣州的北京路是差不多的 今時今日在廣東省裡面 你要找到這麼大規模的騎樓建築盤 除了在江門,就不只是在京海那裡才會有 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騎樓對於廣東來說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建築 代表了一個時代的 不過這種建築,如果在建築藝術來說 是有點不倫不類 正常來說,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和羅馬柱是不會同一時間出現的 但在這裡還會看到有些肥炎在上面 現在還會看到大空氣 也會看到上了一陣子 到底可以買了一展 這張戲帶火一個城市 其實不是第一次 但是這次龐錶不一樣 因為龐錶那部電影章實在拍得太好 人物所說,太成功了 影響真的是很大 搞到街上看到各種各樣的高啟強、高啟蘭、大嫂 打卡的人多到你想不到 所以在八十三區街拍照 就要去江南那邊的古鎮 要早點過去 不然只會拍到一堆人 我們現在不講那麼多驚慨 講一下江門 講一下為什麼強哥年輕賣魚的地方是江門市區 因為本地人都在一帶生活 而且很多做飲食的老店都開在這一帶 江門那間最大的醫院 最大的商店都是在三十三區街附近 現在這裡就是三十三區的街味 晨七更早就看到了 其實天氣都很乾 就看到有人在賣 很多宿記衣記一早就在這裡光顧 你看看這裡多熱鬧 這些就是市井感覺 走鬼檔基本上過了八點半就沒有了 這裡玩體驗一下也挺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在廣東地區 這麼大規模的走鬼檔 只是在這裡見過而已 當然正正式式買菜 當然要進去市場 這裡有一個水街市場 這個市場就是在江門市區 一個比較大型的市場 買的東西就相當多了 貨物都是放得挺企理的 條路又沒什麼積水的 環境都挺OK的 江門其實是比較多那些河 又近海 所以它比較多那些河鮮海鮮 所以市場裡面很多攤位都是買這些東西 至於江邊這條路 其實就是在三十三河街平行的市場出來 雖然那個狂標沒有標到這裡 但是廣東省的官方媒體 或者江門市的介紹自己的城市影像 基本上都是會拍這條路 在這裡飛飛機拍一段 因為這段騎樓 就撿得給那個三十三河街的整齊企理 拍起來就會比較好看 江邊這條路 加上三十三河街 就是江門市舊區的核心 都是最熱鬧的地方 今次我就來了江門五日 前兩天就是在江門市區入檔 不過兩天都不太天 天色比較陰沉 但是那個三十三區 在這些陰陰沉沉的天氣之下 反而顯得也挺有生活氣息 其實好像每個城市的舊區都會這樣 因為它又多人 在那些天陰陰的環境之下 那些人這樣搖晃 就覺得那個煙火氣就特別厲害 江門市區 我們就走完 就去一下狂飆另一個 水景的城市看看 加下的這個地方 不及得江門市區熱鬧 但幾天都是晴空萬里的 走在這個以騎樓為主的 舊街區裡面 感覺好像有些碎月的聲音 在老海裡面會響 在未來到這裡之前 我對這個地方的形式 只有一個黃線化 這個城市就是台山 一個煲仔飯 軍價仲在十五坪的城市 更加是眾多廣東籍華僑的鄉下 台山這裡的舊城中心 基本上全部都是騎樓 比江門的規模更加大 基本上那些主要的張熱體 市場、醫院之類的場所 都會在這堆騎樓的範圍裡面 或者外面一點 台山這邊的騎樓 是很多都還在裡面住的 這個也是台山和江門的騎樓 最大的分別 因為那邊的騎樓 二樓基本上是廢的 要是擺貨的 這裡是住人的 而台山的當地人 基本上就是住在騎樓裡面 或者騎樓後面的新樓 雖然四周的騎樓 基本上都是經過翻新的 但是那個規模格局 據說是沒有怎樣改過 以前是怎樣就怎樣的 在這個舊街區那裡去兜 走久了你就會覺得 好像去到一個迷宮一樣 特別是你剛剛來的時候 基本上每一個轉角位 都會有一些很新的發揮 其實是一種很難得的體驗 江門以前的名字叫五一 很大一個地方 時至今日都是廣東最大的城市 在未有狂飆的出氣 大火的城區那邊的騎樓之前 這個城市最有名的就是這種雕樓 就是這些 這樣在田間地頭裡面的樓 三到五層高 牆身就有很多洞 很久很久以來都是江門這個地方的城市名片 今時今日 基本上絕大部份的雕樓 都是被遊客參觀 或者走 很安靜地洞在那裡 沒有人在裡面住的 但是如果那個時間 回到一百年前 加上這些樓 其實是很熱鬧的 因為這些樓所在的村落 基本上就是一住就是一個大家族 一棟雕樓就可能是幾兄弟 一房人一起住 總之就很多人在裡面 清末、民國抗戰 其實甚至建國初期 這邊的環境都是幾動蕩、幾不好的 而且那時候五一地區 這邊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 社會不穩定 就對這裡影響比較大 所以這裡很多的人都會出去闖一闖 反正在這裡都沒得吃的了 出去走一走 或者還有錢生機 去省城的就去省城 去香港的就去香港 有些還要遠一點的 離開故土 遠飄他鄉 就是那時候開始 這裡的雕 慢慢慢慢就少了 人在這裡 整一整一下 出去找食的人就越來越多 慢慢就真的雕空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有一批找到食的兄弟 伊錦環鄉 回來蓋樓 有些是回自己村裡蓋 有些是出去市區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堆騎樓 隨著回來的人不斷增多 那些樓就蓋越多了 到後來就形成了 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巨型騎樓建築群 騎樓之所以混搭了這麼多不同的建築風格 是因為一棟騎樓不一定是一個人給錢去蓋 可能是幾個人一起蓋 而蓋的鴿 那些人通常都是在海外回來 有些人去東南亞 有些人去歐洲 有些人去歐洲 辛苦苦 在外面找到錢 回來蓋房子 自然想點起就點起 有個說 整間巴洛克風格建築 舊古典 另外一個說 好啊 巴洛克也好 不過記得多加幾條羅馬柱 上去 羅馬柱很夠氣勢 就是這樣 你加一些我加一些 多元化的東西就出完了 好啊 在台山的舊城區裡面 有很多建築 都是那些華僑 回來出錢建的 有些住宅 和公園 劇裡面 即是狂飆那部電影 裡面的分手艇 都是那時候的產物 而且這裡還有很多種同款的 但是當老一輩那些華僑不存在之後 後面的一代人 或者兩代人 對鄉下的記憶感情都沒有太強 慢慢慢慢就沒有回來這裡了 所以就很遺憾 台山甚至整個江門的城市景觀 都沒有什麼和諸三國其他幾個城市 一起進入21世紀裡面 基本上都是定格在 在20世紀90年代上 連帶這裡的消化娛樂也是 很多在廣州、深圳、佛山 那幾個比較發達的城市 已經不再流行的東西 都會在這裡找回 甚至更加狗遠的東西 這裡也會有 就好像這一堆那樣的武廳 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我一直以為只是在電子劇裡存在 但誰知道台山是有很多這些東西 真的令人嘆為觀止 所以在江門這裡拍戲 就會很有年代感 可以見識到 以三十年前的廣東是怎樣的 好老實說 對於來江門旅遊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交通問題 很多人說來江門不是很遠 但其實就僅限於去到同江、新會和學生 因為這個地方基本上是在佛山旁邊的 過一條河就是了 而去台山和其他地方其實很遠 你不是自己開車過來就很不方便 國內的高鐵是方便 但這個其實僅限於跨市和跨省的流動 還有這裡的公共交通 其實真的很一般 巴士線路就不算多 而且那些共享單車 基本上只有江門市區有 在台山這裡我幾天都沒有怎麼見過 因為你自由行去一個城市 想比較深度的了解當地 單車是一種很重要的工具 如果是你開車過來江門這裡玩 就真的挺好的 首先去這裡的消費是低的 食飯的價錢基本上就是廣州的三分之二或者一半 而且在這裡的店 即是那些抵食的店 其實也很多 你打開那個點評 看一看在哪個評論最多 就可以了 而且這裡有很多原生態的東西 可以看得到 江門市有很多的島 可以去看看 挺有意思 就好像這個叫石板沙的島 夾著在江門和台山的中間 一個很小很靚的鄧家的漁村仔 挺舒服的 過來這裡記得要吃蜆 蜆挺好吃的 自駕過去台山玩的朋友 真的最好可以順便轉過來一下 包你有一些很意外的收穫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要去那堆雕樓 古鎮 什麼景視基地 基本上就要有車才可以去到 沒有車的話 就真的在市區那裡轉 只可以 江門其實真的有一大堆近代建築 所以那些地方很值得去看一看 畢竟廣東玩 多數人都會去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 這些幾個比較發達的地方 都是很傳統的港府文化地區 江門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體會 是一種獨特的橋鄉文化 今次的京海遊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點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